光很乾淨 它為什麼要撿 避防刺客 避防刺客 主要的撿 另外一個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紅磚人行道 紅磚人行道是誰設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 紅磚人行道 設了以後台灣的經濟 就向上起飛 台灣的 紅磚人行道 被取消以後 我們的經濟就開始 停滯不前 好像有點對應 我跟阿爸 這是純粹我講的是巧合而已 我只是為了讓我的導覽 生動一點有時候也許是 不對的 所以今天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要你有很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就聽得出真的 最近話也是純粹 有智慧 那你 好了 因為終究是第二次見面的 他還答應說要請我去吃很好的咖啡 你知道 還沒請吃咖啡 我昨天帶他還有張教授去一個好地方 可以那講話算話 講話算話 太棒了 好啦 雖然算話我還是暫時不要得罪你太多 要不要聽 要不要聽 那另外 這個紅磚人性是誰設的 是高藝術 高藝術自稱是什麼 開路的市長 你知道 那高藝術做這個紅磚的時候 中國大陸正好在實行什麼政策 三面紅旗 三面紅旗 那我們這邊 他們在打倒孔家店 我們這邊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 復興中華文化運動 那這邊人家推動三面紅旗 我們這邊的市長 竟然隔海唱賀 要不要抓起來官 很有 在那個時候 是可以的 好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高藝術怎麼樣化解 他的政治危機 這是要有智慧的 大哥我看你很聰明的 請告訴我們 如果是你 你怎麼樣 姐姐妹妹 姐姐妹妹跑哪裡去了 真的 如果你是高藝術的話 你要怎麼化解 趕快求救 你們那管理學大師 其實我跟他爸 講出來就是 批之無勝高論 但是那是智慧 高藝術怎麼說 他指著我們的國旗 我為什麼做紅磚人行道 滿地紅啊 有什麼不對 還有紅磚人行道 你有沒有看到 那圖案是什麼 錢 錢 所以說呢 台灣錢淹角木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從他那個時候 台灣的經濟是快速起飛 所以呢 我現在在呼籲 台灣的人行道 趕快恢復 紅磚人行道 那至於為什麼會 紅磚人行道 為什麼要改掉 他們是講當時的施工品質 那些都可以改善的 好 好嗎 好嗎 好嗎